這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的七光錶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對於一般的朋友來說 例如你用M6、M7、MP 都會有來自七光錶 如果用M2、M3、M4 它本身沒有七光錶 那可以怎麼辦呢 其實有不少選擇 例如它當時有一個原配的七光錶 亦有一個叫M-R、M-C M-C是沒有電池的 不需要電池的 直接靠光錶拿到七光錶 你說很棒 不好意思 其實那隻M-C很多時 因為日子有工 太久時間很多都已經壞了 甚至乎是動作也可能不准 相對來說 這隻M-R 本身是用電的 功能上仍然可以運作 電芯方面在後面 這裏是進入一個PX625的電池 現在可能都比較難找到PX625 但其實可以用一些代替品 例如用一個LR44 很多地方都還可以購買 加上一個搭配器 加上去都可以用到 當然電壓方面有少許不同 PX625是1.35W 而LR44是1.5W 電壓高了少許 那會否有少許懷處 當然如果Meter很新時 可能會不太準確 但現在因為 到了一段時間之後 LightMeter也有少許敏感度 沒有那麼強 剛好就加上電壓高一點 效能提高一點 其實也是很接近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PX625的寬容度是比較高 所以一般情況之下 都可以在它的範圍裏面 測到一個正確的測光 這個LightMeter 大致上的原理 就跟大家講了 接著最實際就講一下 實際的運作方面 應該是怎樣做 譬如你安裝了一粒有電的電池 之後 首先要做的事 就是試一試粒電 是不是真的有電 有時就算換了一粒新電 粒電池可能放了很久 都會沒有電 就像現在這樣 它進了一粒電 你只要有一個按鈕在前面 你推一推 你基本上看到針是動的 它動的 這粒電其實是有電的 譬如我就算不插進相機 都可以拿到一個正確的測光 那就是怎樣呢 其實它有分了白點和紅點 你對應一個 光點的位置和暗點的位置 如果暗點的位置 它就會選擇紅點在那個範圍裏面 它有兩個按鈕 剛剛那個就是測了電池 是不是有電 那另外一個按鈕就是 測就是那個範圍 它應該是去到哪裏的 那你推了它之後 你一放手 其實它是鎖住了 當時那個測光的位置 那個範圍那個光 之後你怎樣使用 都沒有問題的 譬如說你之後才再設定 我測了那個位置的光 之後才設定其他的ISO 它可以設定ISO 就像現在這裡 我選了ISO400 它有第二個制式 DIM 即是27 即是相等於 譬如說你這裡 你就可以調校 如果你是 範圍速度 是對應紅色字 對應好像現在這樣 就是說 宜光圈 就是用60分1秒 ISO就是400 這樣就對了 好 到我真的用下去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做呢 就是要把它 首先推到B塊門 它這裡有B塊門 有一條線 你將它推到B塊門 而對應相機也是 對應相機也是 對應B塊門 然後 小心地將它推下去 這裡然後 然後將 上面這裡推起 然後 鍵下去 OK 然後再 吸回 吸回正 OK 吸回正之後 現在就可以聯動到 Light Meter 就可以動到 沒有問題 這裡就可以說 你會動到 譬如說 這個是 百分一秒 對應下面 其實相機也是百分一秒 好像現在 我試一試 百分一秒 譬如說 再慢一點 一秒 聽到聲音 都知道它其實是 一秒鐘 所以對應 其實挺方便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介紹 一個 Vintage 它原配的七缸錶 它在運作 操作方面 一個簡介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可以歡迎你來到 尖沙咀 或者旺角門市 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